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见的春联有一年四季行好运 八方财宝进家门 还有旧岁旧天几个喜 新年更上一层楼 春联既体现中国文化的国大精深 同时也是历史丰富性的表达 作为连皇子孙 有一些关于春联的文化不可不知 今天笔着简单介绍春联的起源和发展 其他的起源与发展 与这两位皇帝密不可分 他们就 是后蜀的末代皇帝孟长和明太祖朱元璋 首先聊一聊孟长跟春联有何关系 虽然早在周朝就出现陶福 但五代十国之前 并未形成正式的春联形式 直到孟长写下新年纳于庆 佳节号长春 春联才算登上历史舞台 所以 很多专家和学者认为 这是历史上第一副春联 也有说是第二副 或许不少人对孟长不甚了解 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 他跟南唐后主礼遇比较相似 同为王国之君 而且 皆属于帝王中才华颇高的人物 孟长十五岁被策立为太子 不久后 父亲孟之祥并逝 他在悲痛之中继承皇位 尽管刚上位就整顿立志 铲除之功自傲的大臣 被教育非常重视 却未能延续这种英明之举 孟长共在位三十一年 却有浩大喜功之缺点 生活上相当奢侈 况且 遇到宋太祖赵匡敬这般雄才大略的皇帝 孟长亚登不是其对手 于公元九百六十五年主动投降 宋时属世佳绩 在 属未归宋前一年岁初日 厂令学士新银训其陶府版于寝门 以其词飞光 自命笔云 今年纳于庆 佳节号长春 也就是说 在后属灭亡的前一年的除夕 孟长亲自挥笔写下一幅春联 或许他自己也没想到 因为无意之举 居然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某方面来看 正是由于梦场 春联才正是以独特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称其为开端和起源并不为过 宋元两朝 春联虽然一直存在 却没有在民间流行起来 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是 推动春联文化发展的 竟然是读书不多的朱元璋 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为增强过年的氛围 要求皇宫内外都要张贴春联 既然皇帝下令 群臣不敢不从 京城内的百姓 也纷纷在过年的时候贴春联 朱元璋不愧为时干派皇帝 为了确保将春联推广开来 不仅专门派人在街上巡视 而且亲自微服私访 期间发生一件去事 有一年除夕 朱元璋看到挨家挨户都贴上春联 心中本体多高兴 突然看到一户人家门前没有贴 怒火瞬间涌上心头 如果是平时 以朱元璋的暴脾气 估计当场就会发飙 考虑到过年的喜庆 朱元璋让随从去问一下 为何这家人不贴春联 原来 这家主人以善诸为业 大字不识一个 而且生意不好 也买不起春联 朱元璋没有责怪他 让他从邻居家借来笔墓 朱元璋大笔一会 给他写了一副很有意思的春联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斩断是非真 所以 当我们过年时张贴春联的时候 不要忘记孟长和朱元璋 在春联方面的贡献 若没有他们二人 或许春联将不复存在 也就缺少些许年卫 参考资料 迎联从化 宋师署世家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